大墨截快点的 二墨截 二墨截 不拿我一块回来 就这待遇 私家车咱们可能准备好了 事情是这个样子 我李哥呢头发长长了 他打算今天去剪了 然后呢我劝了一下我剪 这头发不太长的时候不得剪 脑袋颈椎都疼了对不对 我一加高一加油 他说他去剪头去 最关键的是 就是那个卡里边还有钱 是过年说俺俩染头的时候办的卡 还剩的 就上那去剪 清不了 剩挺多的 一早就陷进去了 我们旅游之前呢 我就有这个想法了先把头发剪了 我小妹劝我 别剪了到时候给你编上去拍照还能好看 然后我就没剪 但回来呢我第一时间我就行去剪了吧 因为啥呢就是那个头发太厚了 浪费洗发行 而且好多朋友也说了大家剪了头发 其实也挺好看的 你这车油够不够 加点加 来 3 2 1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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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满满 跟德语学的 你架子大呀 不是我如果想在车里等你们 你别的呀 我头没洗呀 你这一出劲 你不行画的招给你洗个头 不行我这个头发真的让你们洗 太埋的 我看评论区好多网友说了 我们姐俩出去旅游的时候跳开 一回来就打回原形了 这不是才回来吗 没咋收拾自己 你们等收拾的 主要是起点驴子冷 怕脸都坏了 小李子缓缓登场 不是发际线真的后遗了你 发际线后遗了 是不是大了 原来这儿呢 发际线 拉倒吧 真的 不是拉 你看我以前照片还不知道 那以前有点话 那不叫发际线 发际线我明显 原来这个是 没有 这家园里有 姐看见没 多能在这块车 她能发现到那 你的眉毛都倒上了 快 洗完口了 这么夹 一两个我干的 这挺狠 我现在想起我李哥刚才说的话了 她的发际线在这儿 确实是来剃头 剃头剃头剃头 她说她每次剪头剃头剃头剃头 她说她每次剪头剃头剃头剃头 啊 那么啥要剃的呀 嗯 这家齐平了吗 这家 这家没有 那都没了吗 这家 掉霉了 原来这家有头发 这家没有 这家是个玄嘛 这家原来有 这家都没有 这家都没有 目测 我姐剪得低 我剪得暖的 嗯 哎呦好老青 老青 是吧 他里边给我打薄了 打薄就更青了 记不记得我两年前剪过这么短的头发 好像是跟这差不多是不是啊 嗯 我剪的时候跟他说了 我就是经常扎的不会皮的 所以说他给我整这 这个鞋子 鼻口长吗你说 没有你长 好像鼻口都短了 短了 哎真熟我跟你们说真的 是不是底下有点齐啊 头洗我的也呢 嗯 但是这样真的老舒服了 是吧 就是我头发太厚了 碗碎要说到底这么low的 是吗因为劈头 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紧织不太舒服 我就怀疑是这个头发的事 好多人都刚才留长头发头 哈哈 哎呦你这边说长头发是吧 对长头发确实做造型啥也好做 但是剪都剪了一点都不后悔 哈哈 问问大伙我这算不算对自己下手挺狠的啊 直接剪去长发了 没事我一点都不心疼 真的特别轻快 哈哈 哈哈 哈哈